如果在文化方面 創業 做生意方面 如何可以拉在一起 做成功的方法呢 我想主要第一 我們一定在文化上真真正正有外戶 我們歷史以來 譬如說共產黨 共產黨這幾十年 在衣服方面都有很大的文化 我記得前兩年Yves Saint Laurent死亡的時候 我剛剛在倫敦的《Telegram》的報紙上 和總編輯吃飯 有一個女人的編輯 剛剛寫起Yves Saint Laurent 想提一提的寫篇文章 去稱讚她如何厲害 她說其中一個最厲害的 就是因為她是全世界第一個人 去介紹女人穿褲的 即是那套衣服是有一件衣服和褲的 實在我立刻說不是她 是毛澤東 想一想是 實在第一個人 所以說服全部女人穿褲的就是毛澤東 那是否毛澤東 如果做了法國著名的衣服設計家 會比Yves Saint Laurent還厲害呢 那也可以跟她合手 好了 我頭頭就告訴你 即是說那個秘密給你聽 實在 剛才說的就是可以說的背景 我自己一向都很重視文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十三四歲去英國的時候 根本就不懂英文 一搶就搶進去寄宿學校 那間寄宿學校沒有中國人 根本說不懂 什麼都說不懂 第一天我去到 人家是用尖來睡覺 我用一張皮 我爸爸媽媽給我一張皮 外國人就把尖包圍著床褲 我那張皮又包不到 因為剛剛夠的 所以你已經有一種 好像不同了其他人的感想 文化已經有衝突 忽然之間知道 或者應該要快一點 學習他們的文化 忽然之間我想起 清朝和Jesuits 為什麼這麼成功呢 因為他們侵略某一個國家的時候 或者進入某一個國家的時候 他不是全部想用他的文化 去照他的文化 去襲擊那個國家 或者那個地方 是進去的 反而相反 去學那個國家 那個地方 那些文化 所以清朝呢 我抵他厲害的 潛龍 江水 這些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實在不是漢人 但是他來到的時候 他覺得 應該要尊重漢人的傳統 所以他學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發覺 如果我反正去英國讀書 你一定要學英國的文化 快一點 但是言語很難說 幸好十三四歲的時候 學言語很快 實在是 逼著來說 兩三年都可以 差不多 講得 挺好的 但是我記得 根本 學英文很辛苦 當時 要念的沙士比亞 完全不知道他講什麼 根本就不知道他講什麼 但是呢 到現在呢 我可以全部唸出來給你 因為那時候 小時候 全部唸書很容易 但是忽然之間 之後呢 慢慢了解了沙士比亞 慢慢了解了沙士比亞 慢慢知道了 這個亨利皇帝 第八世的故事 怎樣 那個Cardinal Woolsey 讓他去嘗嘗 怎樣 忽然之間 三十年後 我很歡喜 忽然之間 回憶我學的文章 可以說出來 可以唸出來 完全看得非常清楚 以及看到沙士比亞的厲害 不只在言語上 在很多地方 我也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看書 學多些英文 看看他們的念想是怎樣的 很快 幸好因為年輕的時候 就學到 所以上了軌道 侵入了他們的文化 很快就知道了 實在怎樣 在英國 如果是讀書 或者是工作 是完全了解到他的文化 但是我後來想回之後 實在好像言語一樣 現在有很多人說 香港的言語 即是英文不夠水準 實在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中文不夠水準 如果我們的中文不夠水準 根本是英文不夠水準 我告訴你 尤其是這十年 二十年 香港的文教導 一邊推人去學普通話 我覺得是不合適的 好像新加坡那樣 變成了萬金油 每樣東西都差不多有一點OK 但沒有一件事是精的 我們廣東人 99%是廣東人 應該用回廣東話 尤其是 亦不是一個地語 廣東話 譬如大家知道 唐詩三百首 很多唐詩三百首 根本不用廣東話 根本唱不到出來 音不同 所以我們應該 在這方面 而且 如果你說的是獨立 民主 我們應該多說廣東話 不要讓北京人知道我們說什麼 好